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張美冠 歡迎收看今天5月31日的婚姻新聞 那件旺港的婚姻第一座國民運動中心 7月13個月7月1日 在這個運動館裡面有幾位猶豫 綜合救助 潘延長飛輪 高石町設施 為了要讓大家了解這個運動中心 目前的充備状況 官僚中立先讓剩下團隊邀請 附近的面臨到哪個研究參觀 全國的空間和食肆的幾位 馬國雄親是感到最大的麻煩 工廠上面它是可以減少水蒸氣的底部 所以你比較不容易會造成天花板 就把鞋肉做不好 現在台北村已經完成的遊園地 雖然還沒放水 但是相關的食肆差不多都做好了 這裡還有蒸氣室和烤箱室 想要打球連體適能 我們當中心裡面都有 也不要跑到其他的地方 我們自己的最安全最棒 設備也會非常的應該會很好 期待啊 像這個啊 這個 要進來是不是都要買門票 所以票價你們會比較在意 當然喔 讚讚讚 那你現在要來這裡用嗎 會喔 這樣票價感覺怎麼樣 可以啦 歡迎第一組國民運動中心 就買第七月十三號的市營運 管理團隊也邀請附近民眾 到底來了解不正的準備狀況 大家儘管心的票價問題 因為抽象也上市街稅 我們監視網的收費呢 全票是五十 優待票是三十 那一般呢 在外面呢 一分鐘一圓的呢 這一個小時要六四圓 每天的 平日的 早上八點到十點 下午的兩點到四點 銀馬族是免費入場 你每年度的我們會犯理 大概超過一千兩百人次的 這個公益獎座 不一樣的設備行運動行動 當然有各自有的收費標準 到這裡票價 停車是不是方便 也會影響到 使用的議員和旁邊的旗幣 多多的工程一起來 使用這個場地 那外面周遭的這些 這些停車的地方 大概我們也會有一些規劃 會把這個地方列為 整個公共運輸非常重要的 一個停車 上下車的一個據點 我想看了大家 到目前為止是非常滿意 那一旦開幕以後 有需要再修正的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雲林縣政府 跟雲林的單位 能夠隨時保持溝通 光臺雖然已經有買 這位健身棒 但是他結合 多萬塊的運動設施 而且我們小朋友到中部 都可以來使用 和國民運動中心 受到婚禮鄉親的期待 無關好天落後 大家都可以做回來運動了 記者靈一靈 蔡芳報道 請問一下